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各有各的心思 各有各的自私 他选择了他觉得对他最好的生活 你希望他选择对你最好的生活 摄影冲也有很多 内蒙古我们拍山水行吗 我们拍风景行吗 我们在天气我们拍进步行吗 就有很多的选择嘛 是吧 但你最后选择去拍摩卡 我相信啊 就我们抛开那些演示的东西来说 我相信你和那些女模特之间 不一定有什么 但你肯定很享受这种生活 我也拍过模特 模特没有权利指定摄影师的 除非是那种特别大咖的 我认你跟他们套交情没用 所以我们就直白一点 确定一点 你就干干脆脆说清楚 我想要留在大城市里面 我不想听我妈的 也不一定创业嘛 我觉得你的心思 也不一定在创业上 有可能在天津 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或者和别人一起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也行 回家不行 对 那姑娘 本来啊 这件事啊 也许你是对的 那后来我就听你说话的时候 就有一股劲啊 就是特别让人不舒服 就是老是拿着他妈的话 当那个商风宝剑 你跟他分手 阿姨说啥都没用了 啥也没了 对吗 所以根本就不是阿姨说 是你心里那个我在说 我想要什么 你确实想和他在一起 你确实也是不放心他 你在各种选择里面 比较了一下 最后终于选择了一个 对自己最好的 我问你一句 你在所有选择逻辑里面 你真的为他考虑过吗 他想要离开家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不想听他妈的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想留在大城市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你的整个选择逻辑 是没有为他考虑 你的思考逻辑里面没有他 那你的思考逻辑里面 也没有他 因为你所有想的事情里面 你看你有说过我 我可以放弃和那些女模特交往 但我就守着你一个人 但我们留在大城市里面 我们两个人安安分地找工作 你有过这样的选择吗 你也没有啊 对啊 婚姻啊 大家说是把我变成我们 但我觉得是 婚姻不是直接变成我们 而是变成我和我们 我自己的个人独立意识 还是要存在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好像个人独立意识太多了 那个我们一点都没了 那姑娘 小伙子 我相信你们现在还有感情 但我奉劝你们一句 既然是谈着恋爱 我们这两个字 还是要放在心里面 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你喜欢他的前提就是 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他要的是安全 要的是你身边更少的诱惑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未来更好的事业 更好的环境 更大的城市 更多的机会 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想象 很容易得出第三方案的 第三选择的 对吗 所以找到对方的需求 去得出第三选择 这才是在爱人关系里面 做人的方式 维持成家的方式 说完了 好 谢谢 谢谢卢基老师 在你们的感情当中 我们看到的 不是说事业和爱情的选择 而是关乎你们自己 利和弊的多少的选择 每个人都希望选择 这种生活方式 对自己利更多 弊更短 这个没有错 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爱不稀奇 我们可能遇到一个人 都可以说 他挺吸引我的 我喜欢他 我爱他 但是稀罕的是遇到理解 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定要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奋斗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这样才能够支持 两个人走得长远 那这种的目标 是一定要基于 两个人相互理解的前提下 所以有很多 为什么说一闭了业 就要分手的情侣 其实就是说 没有相互的理解 更自私地说 可能就是只考虑到了自己 梦想不是靠坚持的 如果真的是你的梦想 你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完成它的 你的那些所谓的创业啊 摄影的梦想 对你来说 可能通通都只是 虚荣心的一个外表的表象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看透了自己的 想要的那个本质 再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说 通过这个经纪人 跟你的毁约 然后你的工作室 间接地就 没有客户资源 就倒闭了 那证明你做生意的 头脑也不够啊 一个经纪人 就把你的工作室搞垮了 你这么长时间经营 没有其他的客户吗 那证明你创业 和你整个个人的能力 对于创业这件事来说 是够不上的 你就算第二次创业 还是会失败 所以创业这件事 你还是要慎重考虑 那女生的问题是在于 你对她的要求是 你觉得你带给了她客户 支持她创业 然后你觉得 她应该带着感恩的心 一直来感谢你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对的 可是不能养挖井人一辈子啊 这是她的事业 你带朋友去她的摄影工作室 照相 掏钱是当然的了 她可以说 给你个朋友架打个折 可是不能不掏钱 这样做生意肯定做不成 这是你不成熟的地方 其实你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怕她跑了 你希望她一直 能跟着你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支持她的梦想的 支持她所有的一切的决定 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就是我觉得 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是真的能够理解对方的 只有爱 然后才能理解 因为理解才会更爱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涂老师 试想一下 如果第一间工作室没有关 男生在创业的同时 还关心女生的感受 而女生也有客户资源 而善于经营 也许这个工作室到现在为止 并不一定挣很多钱 到至少不会成为 你们爱情的障碍 到有可能成为 你们爱情的纽带 但为什么开不下去 而且你们俩到了 今天这样的关系 所有的迷恋都凭借幻觉 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物件 一切的忠诚都指望回报 所有的付出都富有条件 其实有的时候 你想一想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不就是 你来我往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 俗称为交情 但是在爱情生活当中 是多多少少需要有一些 牺牲精神 别的不多说 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 一点点牺牲精神都没有 那还谈什么爱情 谈来谈去 那不过是交换 你们今天整个谈的就是交换 如果你跟我走 你会怎样 如果我留下来 又会怎样 如果爱情之间是交换 就不要谈爱情有多伟大 一点牺牲都没有 还谈什么你情我愿 你支持他创业的最初 是为了什么 你真的是为了他好吗 你如果真的是为了他好 以下三件事你就不会干 第一 带人去免费拍 第二 去干扰他的工作 第三 让经纪人 不要再给他接活 所以你的付出是富有条件的 更别说大的牺牲了 连这一点点牺牲你都不能放下 你还谈什么爱 你的行为像某一些经纪人 生怕把艺人给捧红了 就飞了 但是不捧红的话呢 他又觉得没有利润可赚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即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东西的确是交换 但是在交换的前提上 每个人内心还是真正的 想做出一番事业 好好爱一个人吧 你有吗 而从南方的角度上来说 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最忌讳的就是给客人免费的午餐 那样的话 只会让你的服务质量下降 让客户感觉到 你的服务质数是大打折扣的 他带来的朋友一样 是要收钱的 因为我付出了劳动 即便是他的朋友来打个折扣 也是人情来往 但不能不交情 所以说你们俩之间 真的有点像经纪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 他是艺人 你是经纪人 你一天到晚想着 我要把他捧红了 他飞了怎么办 他们一天都想着 我还是想留在这 能不能再为我称一称 再支持一下 如果你们俩是这样的心怀鬼胎 彼此张口闭口谈的都是交换 没有一点点牺牲精神 就不要说你们俩是爱人 就这样好吗 好 谢谢杜老师 我希望你去支持我一下 咱们继续走下去 咱们一起去合作这个事情 如果我再失败 我都听你的 希望 你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一下 我也能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一下 我尽量以后给你一定的安全感 其实我可能真的是一个 太追求稳定的人吧 我还是觉得找一份稳定工作挺好的 然后再有一定积蓄一下 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再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嘛 七字型人才 先选择一个 好 时间到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咱们看一年轻人的选择吧 是小伙子回内蒙了 是吧 回内蒙了 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应该多在意下彼此的想法 他觉得我创业 可能会让他没有安全感 我以后会多给他安全感 我还留下来创业呗 女生留吧 还非要这样坚持的话 那我就退步留下 留就好 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来来来 来 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欢迎你 好好 会和这样离间的想法 是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指引 把我放进